我想在新的一年 我告诉你上帝的话语 然后在新的一年 上帝怎样就带着我 带着我们 你想知道上帝的新意这一年 2012年 在后面分享一点点讲个笑话 有个男人 他叫小明 然后有一天呢 这个小明就娶她的岳母的家 丈母娘的家 去做客 然后丈母娘一开门就说 哎呀 你随便进来做做 那个饭 麻烦就好了 就要开饭了 然后呢 就进了厨房 这时呢 客厅呢 只剩下小明和丈母娘 就是她的岳母 养的一只狗叫小白 大家讲小白 我要你们回应一下 要不然我怕你们睡着啊 所以 忽然间 小明就发现她自己的肚子很痛 然后 她心想不可以 因为在岳母的家里 不可以乱乱来的各种方式 她就忍着痛 肚子痛 可是她实在忍不住了 她就放了一个 很臭很臭的响皮 然后 她心想 惨了这一次 这个肚子 那么响 那么大 然后又那么臭 怎么办 然后 一定会被那个岳母趕出去了 没想到 她岳母只是喊一声 小白 她在讲小白 她就喊一声小白 然后小明 终于想放心了 以为 她以为呢 小白就顶带 顶替了她 她以为 她以为 藏母娘认为是小白放的屁 OK 所以她就很放心了啦 然后 可是 过不久啊 她又忍不住 又在放第二个屁 这时候 藏母娘一样的喊 小白 大人叫小白 所以她就喊了小白 然后 接下来 又在忍不住 在放了第三个屁的时候呢 藏母娘就很大声地骂 小白 你是死的啊 这么冲 你还不要离开 赶快离开 你明白意思吗 就是说 她藏母娘不是不知道 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人家不知道 恨不知鬼不觉啊 哎呀 这样就戳 这样就戳过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不讲而已 所以看到啊 就告诉我们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我们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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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为是 我们以为是的东西太多了 可是 以为 我们懂太多 别人 有很多东西人家不懂 其实人家懂不讲而已 OK 今天我要给你分享主题是 开年 首件事 开年的第一件事 你爱我吗 当然不是说你爱我吗 这个是耶稣问的 你爱我吗 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 约翰福音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 因为这边领路比较小一点咯 我就用圣经盒本读给你听 圣经盒本 圣经盒本这样说 他们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牧养我的羊 十七节 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三次 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 就忧愁 对耶稣说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羊 十八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 自己竖着腰 竖着带子 随意往来 在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竖上 带你到不愿去的地方 十九节 耶稣说这话 是指彼得要怎样使用 要神 说了这话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 那我们就要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免你 今天早上我们把这个机会 交给你身手里面 求主在开年的第一件事 让我们看到我们 怎么样来回应你的爱 让我们把这一年 讲到我们的心态 纠正好了 我们的开度 纠正好了 我们不怕这一年 没有你的祝福 这一年没有你的带领 没有 没有 不明白你的心意 主啊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佛人讲 一年之际在雨春 在我们一开始的这一年 2012年的时候 主啊我们愿意知道 你的心意如何 然后让我们心灵感变化 更新来更认识你 感谢赞免你 把一下时间交托给你 奉耶稣的名 祷告 Amen 那兄弟姐妹 我要跟你讲一句 一个东西就是说 我们基督教 跟我回客告诉你 一件事情 整个基督的信仰 是建立在 基督教的信仰 跟世界的宗教 不同的地方就是爱 你参加所有基督教的仪式 如果不是因为爱呢 你的信仰也就是死了 你可以遵守所有基督教的教条 如果不是因为爱呢 你的信仰就变得很空洞 你可以很敬畏神 敬做一些讨神业的事情 但是不是为了爱主的缘故呢 这个信仰对你来讲就失去意义了 换句话说呢 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爱的关系上 你和耶稣的亲密关系 没有了这种的亲密关系 你就堕落在宗教仪式的诅咒里面了 我们仿然有一句话讲 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了 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了 所以呢 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你来教会 你给多少钱奉献 你不像外面这样 你要拿烧鱼来啦 烧鸭啦 烧鸡啦 买的水果啦 现货来献祭 耶稣 耶稣 清楚地告诉我们 耶稣 耶稣讲的这句话 你要尽心 要有建立的 耶稣不需要你给的金钱 也不需要你 你给什么 我来 或者你来教会有任何的服事 我占什么的岗位 这不都不重要 最重要 你跟这个为耶稣的关系建立的如何 你跟耶稣的关系 建立到怎么样 如果你要上帝的祝福 你要上帝的医治 你要上帝的平安 可是你确定他没有关系 你确定我们拜承也是这样的吗 且一脚拨 插鸭 是吗 然后我们就没有关系了 抽一组织我们又来了 你才插箱 我们没有关系的 但是基督教的整个原因 是要你跟神建立这个关系 如果你没有关系 那就很大的关系了 难怪你说不是啊 为什么我来教会这么多 那么久了 我的问题还是一模一样 没有解决 当然没有解决了 因为你没有关系嘛 你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了 你必须跟耶稣建立这个友谊 这个亲密的关系 神经告诉我们做 所以呢 有些人来找耶稣 是为了要得到奔奔奔的生活 有些人为了要得到平安 有些人为了要得到事业更好 有些人为了要婚姻家庭会好一点 有些人为了来教会是要解决经济的问题 有些人为了要得一致 这些都是好的 耶稣也愿意 但也没有错的 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个方面呢 就失去了整个基督教的根和本 基督教跟其他宗教的所有不同 因为你不用拿基物啊 拿金钱啊 香啊 蜡烛啊 鸡啊 来拜耶稣 他不要 他也不需要 我们对主的敬拜 靠着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 当你真正献上你的爱的时候 他才能够接受到你的敬拜 你必须来到上帝面前 你必须有一个爱的关系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爱的关系建立好呢 你就失去了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 我记得我一个小时候 我妈妈 总是在四年期间都带我去体肱堂 我看到那些人很尊先恐后的 跑去那个体肱堂去拜 为了什么 哇 要比较 你出一只龙香 我出一只龙香 你出大只的 我比出的更大只的 那最后呢 他讲怎样呢 大家都争先恐的跑去 为了什么 要插第一柱香 我相信你明白他讲了 我来过 你有去过 我有去过 插第一柱香 为什么要插第一柱香呢 插第一柱香很重要 为了要得到那个神的注目 为了要得到神啊 跟那个得来的平安 和种种种种你的眼光 你会想到 如果真一地柱香 第一柱香那么重要 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可怜的人 因为呢 那么多人都想要第一柱香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第一柱香 那要买烂的 你要看你的运气好不好 你的奖励好不好 你的力气好不好 才能爬到第一柱香 但是基督教的信仰 基督教的演绎 并不是 你基督的 你要上天柱 你不用插第一柱香 你必须要跟上帝建立这个爱的方式 你必须要跟他有一个联谊 才能联谊 所以 今天我们回来 今天在新年的一年 在开始的 第一件事情 耶稣问彼得这个问题 同样的 我把这个问题 寄给你们 你爱我吗 你爱耶稣吗 而且耶稣问了彼得 不是神想什么 不是为了 不是我来 监督 不是我有道 今天我没有讨课 不是 也不是为了要 我感觉我欠上帝 好了我来教会福祉一点点 做很多东西 回报上帝不是怎么样 今天 你的关系 跟神的关系是如何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 爱的体验 在圣经刚才我们读的第15节他说 他们吃晚的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一些更深吗 彼得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为养我的小女 看到没有 这里彼得 被耶稣指名道姓的点出来 他不是很困窍的 阿彼得彼得 他不是这样讲 他说西门 就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啊 耶稣指出 那个指定的彼得 耶稣问一个问题 提出一个很个人化的问题 一个很自戒了当的挑战 意思说 彼得今天别人爱不爱我 我没有兴趣知道 彼得 别人爱不爱我 也不关你的事 你爱不爱我吗 你爱不爱我 我只想知道 你爱不爱我 别人爱不爱我 与你无关 你但你爱我吗 有时候我们常常来教会 做比较 我们常常告诉耶稣说 哎呀 他都没有这样 为什么我要这样 牧师都没有这样 干嘛他要我 干嘛要这样 有时候我们来教会久了 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不小心就进了邪教 什么叫邪教 邪教有两个特点 就是爱比较 爱计较 叫学教 当你去教会去太久的时候 你就爱比较 而计较 为什么他做那么多 我做那么多 我做那么少 为什么 耶稣今天问 你爱我吗 别人怎么样 不管我们的事情 不管你的事情 也不管 也不管 最关心的就是 你爱主 我们知道 然后耶稣在问 第一个更深深的问题 你爱我 你这一些更深吗 另一个意思说 耶稣在问 你是单纯的爱我吗 没有附加其他条件的因素 我们许多人啊 很爱人啊 说很随口很随意的说 我爱你啊 这样子的爱啊 是没有分量的 也是不值钱的 尤其是陷阱的社会 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啊 我小时候呢 我的英文老师 告诉我 什么叫love 什么叫like 今天啊 喜欢和爱啊 都 都变了 以前啊 我的老师叫我 我喜欢我的车 我喜欢我的手表 我喜欢我的衣服 我不可能说 我爱我的衣服 我爱我的手表 我爱我的车 我爱我的车 这样的文法是错的 但是今天呢 年轻的一代呢 现今的社会呢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啊 把爱和喜欢都参加了 哎呦 我很爱吃福建篇 别傻啦 你都爱福建篇 福建篇 我跟你说 我也很爱你的 对吗 所以爱和喜欢都混淆了 爱和喜欢 爱和喜欢的回准啊 许多人把爱和喜欢 放在同等的位置上 所以彼得在回答耶稣的时候 耶稣特意拦住他一下 让彼得往生成远去想 他被主的爱 你不要忘记 这时候耶稣啊 是在复活之后来问彼得的 在耶稣还没有被定死的架之前的那一刻 曾经有一个人很大声说 耶稣如果有人离开你 我绝对不会离开你 我死也会跟你在一起 结果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同样的彼得 彼得结果突认耶稣三次 跑得最快的也是他 彼得曾经对主说 我就是死也不会忽认你 有时候啊 我们对主耶稣的爱啊 只是表现给别人看了你 而不是真正的爱主 耶稣的用意问他三次 而且我要告诉你 在十二个门徒里面 唯一一个耶稣问的 也就是彼得你爱我三次 他没有问其他人 你看耶稣有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彼得 所以呢 不管你今天遇到什么问题 你在面对什么难处 你觉得很难 我要告诉你的很好的消息就是 还有希望 跟你旁边讲还有希望了 没有绝望啊 没有绝望啊 因为耶稣 耶稣很爱你 耶稣问你的三次 所以呢 爱呢 不是过敏的基督徒 也不只是说 哪个基督徒的名义去教会 去承担一些基督徒的工作等等 对主的爱永远不是这些 主问你爱我吗 他用这个词的时候 可以何必的回答说 主我爱你这个词啊 虽然同样一根字 但是意思不一样 当主耶稣说你爱我吗 到这个问是 你对我的爱的 过令意志量是怎么样的 内容是怎么样的 主线问 你爱我吗 最后 你看到耶稣三次都讲 同样的话 你喂养我的羊 喂养我的小羊 牧养我的羊 这两句话重点在哪里 这两句话重点都是在我的 耶稣说 如果你爱我你就喂养我的 耶稣是想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只是来教会 只是希望说 做做一些东西 来来做教会 而且是属神的 而不是对这个工作 来教会是一种兴趣 来服侍这种兴趣 而是你的 我的意思就是 我们的对象 爱的对象是谁 爱的对象就是主耶稣本身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听道啦 喜欢教导啦 喜欢忙那些的 你认为 这些你都是在会主做的吗 做的吗 但是 让我们摸摸摸我们的心 我们所做的真的是因为 爱神而做 这是我们的动机吗 只要是主的事 我们 就真的愿意为主做一切吗 今天同样的 让我们来回应上帝的爱 今天问 耶稣问 你爱我吗 让我们来调整我们的心态 在心的意愿 你要上帝来带领你 你要上帝来祝福你 我们必须要跟耶稣建议这个 亲密的关系 实际上唯一的宗教 唯一一个唯一基督教 不要求你给红包三千六 你拿烧鸡烧鸭来烧出来 那个都没有 因为你来到教会不久 你看有没有这边有没有一台茶香的 因为真正的敬拜 真正给耶稣的敬拜 就是你把你深深的爱 深深的爱情 如果你做任的事情是超远 超过这个爱的 那你就没有符合 你没有达到 你对耶稣的精神 难怪每次耶稣来这里 每次你来这里敬拜的时候 耶稣没有领受到你的敬拜 因为你没有把深深的爱 来给耶稣 今天我们来到今年的一年里面 我们再重新调整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思想 我们爱主 怎么样的爱主 怎么样的质量来爱主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主耶稣啊 爱我们到的程度啊 他愿意上十字架 你知道吗 上十字架是不简单的 当然在此之前 也许有人上十字架 比耶稣还要早的都有 因为十字架 对当时罗马的刑法 是最重的刑法 任何犯很重的罪 就要上十字架了 耶稣不是第一个人上十字架 很多都有上十字架 但是主耶稣上十字架 是比其他人不同的 圣经讲很清楚的讲 当他那个晚上在 赫西玛里面祷告的时候 他求告耶稣 求告父神说 主啊如果这个杯能够挪掉 你挪掉吧 圣经讲他祷告的时候 他说流汗出来啊 如雪珠般一样 就是说 他的汗珠啊 他的汗水啊 里面有水 医学里面来研究 当一个人流汗 能流出水来啊 这是一个 在一个很极大的压力 很极沉重很痛苦的情况下 才能流汗流出水来 耶稣所面对的定时架 不是那个痛苦而沉重而已 他是一个没有犯罪 无罪的人 完全圣洁的神 却要担当全世界上 千千万万人的罪 就是你和我的罪 担在他的劫力榜上 那种沉重的痛苦是 你和我是完全不知道 难怪 今天耶稣要求我们 不是我们拿多少钱来 要求我们 要尽心尽益爱主 第二 也就是要爱我们的路子 再没有比这两个监狱更大 我希望他们的话 也来祝福你们 在这个新年 也希望我们来调整我们的心态 好不我们的十字 给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来唱一首歌 来敬拜神 自己欣赏 点赞 点赞 forces